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講 這股民的疑難雜症 由老師來開講 我是崔又達 今天不熟 股民很困惑 昨天的台股 才因為股神巴菲特賣台積電 跌了200多點 但是今天馬上回神反攻 甚至解下了四大驚奇記錄 第一個就是IP股創意 寫下了歷史新天價 真的來挑戰千元大關了 第二個則是在新貴市場的 新宇航空盤中的股價 竟然超車長榮航 引爆了家族之間的兄弟大戰 現在航空三雄要怎麼選呢 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奉士俊 士俊老師午安 宇達午安 大家午安 好 聽完了前兩個之後 另外兩個驚喜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高股息ETF00878 今天除息表現不錯 填息率已經超過七成的幅度了 第四點 電子紙龍頭元泰等了好久 今天終於站穩了200元大關 是正式轉牆的訊號嗎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曾英傑 介紹老師午安 宇達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士俊老師我們就先來看 台股昨天是下跌200多點 但是今天馬上回神反攻 三大法人一看不得了 老神在在 似乎在逢低吃貨 三大法人今天一共買超110億 外資的部分也是昨天賣 今天買回來72億 投信是昨天大概砍了9億元吧 今天買更多21億 自營商也終於不再賣超了 買超16億元 至於在多單的部分 昨天是轉倉8千多口 今天的多單暴衝到1.5萬口 所以好像看起來昨天是跌假的 外資甚至還在逢低吃貨 對 所以三大法人也會變心 昨天都賣超 今天馬上就買超 我覺得昨天算是一個利空測試 測試 利用這個 巴菲的 賣了台積電 然後測試一下 所以最簡單來觀察 就是說昨天的低點 昨天低點在15388 經過利空測試 它只要不要破 基本上行情就偏多 就是偏多看 只是說你從過完年來 就是在這邊整理來整理去 現在還是在區間 對 還是在區間 如果你要過高它還是有機會 因為你看這個外資 它如果又進來買 多單那麼多 多單1.5萬口 其實昨天晚上就增加了3500多 你說在夜盤的時候 昨天的夜盤 外資就已經有一點偷偷的動作了 夜盤也漲57點 對 漲5加 先增加3500多口 今天再增加 所以明天可能就是開高之後 會開始做一個震盪的動作 但行情其實滿熱的 因為台積電假如說 很多人賣掉了 可能看巴貝特賣還跟著賣 至少也賺一大段 那資金釋放出來 到其他的類股 其實百花齊放 高價股 IP股很強 對 創意 對 然後到低價股 面板跟這個 航空股 航空股今天爆大量 都很熱鬧 對 然後你會發現到 最近好像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有黑K有沒有 有黑K就會有人進場 隔天就容易漲 不管是法人還是大戶 都會有進場之項 你看之前也是這樣 黑K隔一兩天又創高了 黑K又創高 昨天黑K今天又創高 所以盤面是相當的熱鬧 就是不預設說 它到底說行情會漲到哪 那我們就是說買黑 然後不要去追高 只要有拉回 你找強勢股去追就OK 好 那我們先從今天最強勢的 各股族群幫大家來說起 就是航空 現在不是雙雄 現在是三雄的比價效應 因為畢竟今天盤中 這個星宇航空 創下了掛牌新高 甚至來挑戰長榮航的股價 是並價崎嶇 現在我們要來思考的是說 以明天的這個位階來看的話 空手的可不可以追 後續還有什麼樣的利多 有辦法去支撐這 二三十塊的股價呢 好 當然第一個利多就是說 會公告出來的營收 應該是會逐漸的成長 大家會怕說會不會 一月晚之後高峰 不會 不見得 因為接下來有連假 對 很多連假 因為一月是大家出國的高峰 機票又貴 可是現在機票好像也沒什麼降 甚至有一些在打促銷戰 對 像星宇航空 今天盤中我看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星宇航空好了 2646 因為它是在新貴 沒有漲跌幅限制 這個禮拜長到 漲了差不多50幾% 50幾% 它一下就超車長龍航 它不只先超車滑航 然後再來超車長龍航 所以變成說 是今天最熱鬧的股票之一 好 如果說星宇航空 現在是在29塊多 29塊 我覺得就會跟這個長龍航 做一個比較效應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港澳自由行 航空雙雄都會擴大航班的商機 對 這個是下個禮拜一開始 開放申請的 對 沒錯 你其實去回顧一下這個 長龍航跟華航一月營收 其實都相當不錯 由於說華航 華航的話2022年以來 單月新高 對 年增 對吧 年增 客運收入 12倍 12倍 長龍航也是 疫情以來新高 一月營收 對 年月雙增 客運部分是年增 這個3000多% 35倍 這看起來 長龍航會比華航好嗎 對 因為長龍航本來就是客運比較多 所以說客運旺的話 長龍航的話 當然它的營收灌進去會比較漂亮 好 那我們就從技術線型 幫大家來看看 因為在今天大家在討論的是說 長龍航已經30了 快30了 可不可以就是佈局比較便宜的華航 好 我會跟你講 極短線來看華航是比較強 因為第一個它位階比較低 價格比較低 你說比價效應 你說華航才19塊多 昨天還在19塊 今天一往上衝就衝到多少 21塊 對 21 收21 它前面的壓力在20 它已經突破了 所以其實短線它其實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短時間內它可能會比較強 法人也買比較多 這個是外資的股票 其實中長線來看 長龍航它的貨利應該會比華航好 它的客運的部分比較多 只是說它卡在一個 它現行好像沒有華航這麼漂亮 怎麼說呢 它今天不是很強嗎 卡一個30塊 30塊 30塊壓力一直被壓住 之前這個碰到30塊又拉回 再碰到30塊又來一個拉回 不過每次拉回好像都是不錯的買點 今天最高是299 30塊都還沒摸到 也沒過 對 沒過 所以說它只要量滾量 衝過30塊 我覺得就還有一段可期 所以兩個條件 就是一定要站穩30 一定要量滾量 要量滾量 一定要帶量 這種大股本的股票 沒有量它漲不太動 所以航空股 如果明天它要有人氣聚焦的話 這個量還是要往上推升 還是要補量進來 這是航空股的操作 因為這個外資是最近 連續三天在買滑航 那我們就看內資的操作表現 其實因為去年績效很差 甚至換了一批的經理人 但是今年我們來看第一季 才過兩個多月而已 其實他們表現不錯 頭經最近有在做加碼的 施俊老師幫大家做一個總整理 近10天有在買方的 元泰 政藥 德維 還有尹薇 良維跟世新KY 拿機檔個股 可能是第一季的作章指標 都有機會 那你要分說是買了一陣子 還是剛買而已 那我們就產業來分 就是說買一陣子的是車店 比如說像德維 今天連台辦都跟漲起來 然後還有像是良維 良維是最近才開始買 這禮拜開始買 6290的良維我們看一下 我們前幾天有跟大家講說 這個頭信剛買而已 也是拉出一個連三口 本來以為說他有沒有回來說 62 61的可能性 做一個回測 結果沒有 他直接往上衝了 那我們再看3675的德維 3675德維 其實昨天的籌碼不漂亮 因為漲領版鎖的是 凱基台北 買了1300多張 而且昨天是外資跟頭信都買 對不對 所以說但今天他居然還是可以 留一個下眼線 然後收最高 會不會又來衝衝熱了 有可能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 頭信他第一季的任陽股 因為績效 去年績效很差 所以今年我要來拚個績效 就是說這種中小型股有拉回 他們都敢去勇敢的低接 那我們去看一些持股比例來看 德維投信持股比例已經13%了 算高嘛 還好 還好是不是 13%算好 還有在網上加碼空間 最高的是這一檔 叫做4星KY 20% 20%是好還是不好 好不好 我覺得說加碼的空間有限 他可能說要拚作帳 他就讓他撐在高檔 但是你要再往上碼 因為他們有限制 所以說你說要再衝過1000塊 再大漲特漲 我覺得難度很高 20%是不是代表說 可能大頭信 小頭信都買了 要往上買的 張數跟空間都有限 對 都非常有限 已經到20% 已經幾乎快到頂了 所以這個你就可能先看一下 因為比較經典的例子是 前幾年像資源也買到20% 結果後來就跌下來了 所以說是先看一下 只是說你去觀察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個股 有機會再跟上來 我們先從這個元泰說起 因為元泰今天終於佔回200塊大關了 外資的持股 投信的持股來看 目前好像4點多5% 算安全嗎 很安全 很安全 對 其實之前有美銀看好 元泰他在100多塊的時候 他看好到200 其實目標價真的到了 到200了 對 看好是今年賺10塊 明年賺大概13塊左右 他就是說因為本益比太高 所以之前也拉回滿深的 不過我覺得投信你看 之前最近真的買滿多 你把他在買套張數來看 最近時間是買了8106張 以這種200塊的股票 畢竟200塊他買的算多的 所以這張股票今天200塊衝過 我看起來有一點點表態的意思 所以股本大 你就等他回撤 再做第一屆就好了 我覺得你可以觀察一下 有沒有機會是這個 第一屆的作帳指標 因為畢竟 他的 你說獲利沒有跟上 但是他的前景的趨勢是相當好 他主要是做這個 電子貨價標籤 ESL 滲透率會逐漸也提高 好 這是另外一檔 是這個6515的隱威 上個禮拜有帶到 是因為這個AI熱潮 最近投信也有買 對 因為這個Chop GPT的概念股 AI我覺得還是會 隱威還是會受灰 因為他的大客戶就是這個 灰打超微 應用在這個高頻高速 所以包含了CPU GPU 他都有應用到 你看他投信 從大概1月多開始 開始一路買 今年開始買 對 我們在月初的時候 應該是在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也有送這張股票給大家 今天的話是創下一個 收盤價新高 你看他最近是強勢整理 就是創高就拉回創高 創高拉回 可是今天創了一個收盤價新高 所以他在這個 紅K漲停板的上面 整理來整理去之後 隨時有機會再往上去做突破 這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投信最近10天買了400多張 以這種高價股來看 你可能不太敢追創意 不太敢追事情 你可以看這張 615的銀威 如果投信持股比目前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9%左右 9% 對 安全 安全 有可能繼續往上買 我覺得還有可能繼續往上去做加碼 今天應該也是買的 不然今天也不會漲得 差不多4%左右 好 就看這些投信加碼股 有沒有持續續買了 今天這個視訊老師也幫大家 提供了一份資料 這個投信索碼指標 而且是做高階制止的 要怎麼來索取這份資料 好 因為大家都要跟投信買 但是很多股票都漲很多了 不敢追 對 不太敢追 我找到一檔 我們再回到上一頁看一下 你看它的線型 其實沒什麼漲 它主要是做這個高階制成 因為台積電昨天的利空 昨天被打下來 反而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目前投信持股比例 大概9% 10%左右 所以我準備了一份它的研究報告 就是說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這檔有沒有機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是掃瞄這個QR Code 然後加入我的小老鼠 WENG88 加入我的Lite 然後我在右上角的記事本 會更新 所以這個高階制成的 投信索碼股研究報告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 是哪一檔的話 你可以去搜尋這個QR Code 然後這個小老鼠 WENG88 然後更新在右上角的記事本 研究一下 好 最近因為畢竟 這個投信的績效不錯啦 還有哪一些可以搭順風車的 今天世俊老師幫大家準備了這一張 投信索碼股的研究報告要給大家 所以現在大家馬上拿起手機 掃這個電視上的QR Code 加世俊老師的Line 或是Line 搜尋小老鼠WENG888 小老鼠WENG888 都放在這個Line 右上角的記事本當中 要提供給大家 這個禮拜中小型的輪動 真的蠻快的 那如果是強横強 不回頭的股票 很多股民或許是 錢太貴啦 不敢追啦 但是現在有一些喔 是整理了一陣子喔 今天終於出現突破訊號 哪一些可以留意呢 稍後請教宗一傑老師 歡迎你回到1600股民開講 我是崔友達 外資今天回頭囉 買超台股72億元 也使得中場股惠其揚 新台幣是升值2.8分 收在30.28元 所以接下來就要問傑帥囉 因為昨天你才告訴大家說 這個大盤的MACD 有高檔這種死亡交叉啦 由紅變成負值的這種現象 所以接下來有 這個往下修正的風險 但是今天又漲回來100多點啦 代表說危機有正式解除了嗎 好的 謝謝佑達 首先我當然今天很開心 看到今天台股 它回神漲回來了 那在這個地方到底危機化解了沒 其實我認為危機化解 有幾個條件 有條件 首先我在這個禮拜一直告訴大家 現在大盤就好像九旱一樣 九旱我們都需要甘霖 那什麼是甘霖 一樣就是帶量突破的長紅K棒 那這個地方如果要化解危機的話 基本上就是需要這一種 帶量的紅K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就MACD來看的話 確實它已經死亡交叉 這個柱狀體也在臨軸下方 不過在臨軸下方 這個柱狀體並沒有很明顯 應該是說它還是維持在臨軸這附近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這種情況有沒有機會化解 其實是有的 我們回顧到之前的行情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點 請古民們張大影進來看 放大來看 對 這個點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請導播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地方是死亡交叉 但死亡交叉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色 一個紅色的柱狀體 它是在臨軸上方 一個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其實也曾經有機會 好像要形成黃金交叉有沒有 這個情況有一點類似 我們現在大盤的這個情況 可是你後來有沒有發現 這個柱狀體在臨軸上方之後的 隔一天它馬上又跳到臨軸下方 它只紅一天而已 對 它只有紅一天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的隔一天的K棒 出現一個帶量下殺的黑K棒 所以它又回到它原來的趨勢 所以我們現在大盤 如果要回歸到原來的 這個多方趨勢的話 就是需要一根帶量長紅的K棒 跟這裡剛好相反 因此這個地方並不是說 它一定會往下跌 就算它往下跌 你只要選對股票 還是可以做多來賺錢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我要告訴大家 目前來看的話 雖然已經死亡交叉 不過還不是那麼的明顯 我覺得還是有轉機 第一志願當然就是我剛剛說的 出現一個帶量長紅的K棒 而且連續出現的話 那當然是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是什麼 整體格局還沒有脫離 這個箱形區間震盪整理的行情 所以它有機會 也有可能會出現倚盤代碟 這是第二個情況 倚盤代碟是第二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當然就是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它真的死亡交叉 趨勢開始往下修正 當然現階段選股 投資朋友一定會很好奇 老師都起一段這麼大段 已經起1千6點了 有很多股票都標起來 我們現在到底要怎麼撿股票 要怎麼樣來選股票 好 今天就一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可是我整理出來 股價底部浮現訓鬧的一些現象 當然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當然還是持續這兩點比較重要 這兩點 從這邊選股就對了 第一點 MACD形成黃金交叉 這一種股票就是代表它是多方趨勢 像這一種股票的話 如果你手頭上有的話 就可以長期持有 如果現在是空手 你從過年長假結束 到現在還沒有買股票的話 到底要買什麼股票 就要買這一種股票 叫做走勢頭頭高 走勢底底高的股票 因為這種是多頭型態的股票 什麼叫走勢頭頭高 走勢底底高 簡單來講 我用一句話來代替就好 就是你去找那種 已經突破整理平台的股票 突破整理平台 對 我等一下會舉例 我們開始 如何運用這個人工智慧來做股票 我也會在今天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檔股票 三四五次的金銳 這個長很多 這個長很多對不對 我們來跟大家開始做個 首先這一檔股票 在這個長假之前 其實基本上 這根K棒就可以進場 為什麼 各位看到底下的MACD 是不是形成了黃金交叉對不對 而且為什麼這根K棒可以進場 各位看一下 這一塊 甚至於在這麼大一塊 它都是一個所謂的整理平台 這裡是整理就對了 對 這個整理 所謂的整理就是說 它好像又要漲 好像又不漲 好像都一直維持在一定的價格 這個就叫整理平台 當這一根K棒 它跳空開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到 它比任何的一根K棒 其實都還要來得突兀 像這一種就是標準的 突破整理平台的K棒 像這一種突破整理平台的K棒 基本上它就穩額了 偷偷高 底底高 所以各位也不需要去記 什麼偷偷高 底底高 你只要在操作股票的過程當中 當你發現到 如果有一檔股票 它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整理平台 然後突然有一天 它出現了一根藏紅棒 而且這個藏紅棒 又突破了這個整理平台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價格的話 過高 基本上像這種股票 它後世都有所表現 像這裡 它突破整理平台之後 它是往上攻 沒錯吧 現在又再度出現一次 其實這一根也是可以買 不過這一根買的話 這一根應該是漲停板 如果沒意外的話 因為這一根實在太大根了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現在我們要選的股票 就是要找一些 它已經突破整理平台的股票 當然從人工智慧 我們可以更簡單的 來判定這一檔股票怎麼操作 我講過人工智慧其實 是可以幫我們人類 接受很多看線型的一個時間 還有判斷的時間 像這個人工智慧 基本上它所顯示出來的 就是這個地方是空方架構 這個地方是多方架構 像這一根K棒 剛剛我所講的 它突破了整理平台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進 這一根如果來不及買 這裡還有個加碼訊號 這個是加碼訊號 所以人工智慧基本上 它會幫你判定說 什麼時間點可以再做加碼 什麼時間點可以買進 這樣買到今天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基本上這一檔股票 我剛剛講過了 只要MACD 它持續形成黃金交叉 這種多方架構的股票 你如果手楼上有的話 不要急著賣 如果手楼上沒有的話 可以考慮說像這種股票 拉回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些佈局 就是像現在這種 三根黑黑的這種 像這一種基本上 其實它拉回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做一個佈局 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這根紅K棒 出現的時候 它有一個新的意義 因為它突破了整理平台 所以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只要有拉回的話 手楼上空手的投資朋友 不要怕 這種股票可以佈局 再來講第二檔股票 就是元泰 剛剛這個佑達 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也有提到 我們可以看到 這根K棒基本上 就是黃金交叉的 出現的第一天 這一根是不是突破整理平台 各位有沒有看到 突破整理平台之後 後面有沒有上去 確實有上去 現在又再重新出現一次 突破整理平台 因為這邊也整理好久 對 這一根K棒就是突破了 這一陣子的一個整理平台 所以這一根K棒出現之後 我認為 有在操作波段單的 這一檔股票基本上 可以買黑 不用買紅 不用追 其實這種股票不需要去追 如果說在未來的幾天 它有出現一個所謂的回檔 基本上像這種股票 都是可以買進的 回檔多少才合理 回檔3%以內 我想超過3%以上 就有點太弱了 那就可能要再觀察一下 像這種基本上是多方架構 我們從這個人工智慧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突破整理平台 是不是猶豫翻紅 這邊有買進訊號 買進170 這邊176塊 這個地方其實人工智慧的判定 也是認為它突破了 這個整理平台 所以它出現一個加碼訊號 現在又再出現了一根 所以基本上 我剛剛所講的 偷偷高 滴滴高的股票 就像這種類型的股票 第三檔股票 基本上我們今天其實可以看到 檯面上最行的應該就是航空 航運類股 航空 航空 旅行社 什麼星宇 華航 那都起到旁邊對不對 我們要去思考就是說 跟航空業最有關係的是什麼 旅行社 旅行社 對不對 現在接下來228要放幾天假 放4天假 來 4月份 4月初 有幾天假 5天假 新民連假 對 今年其實很多國家 就已經解封了 我身邊的朋友 其實一大堆 都已經開始在出國到處去玩 好多人的網路上 都拍照打卡在國外 大家都開始在分享說 我人在國外 在哪裡 日本 泰國 越南 一大堆 接下來解封只會越來越寬 聽說日本好像3月 室內跟戶外都不用戴口罩 3月中之後 對不對 我們台灣在下個禮拜 是不是港澳不用組團了 這些都是一些解放 解封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旅行社是不是業績就會變好 業績變好什麼意思 他就有機會再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熊獅273這檔股票怎麼買 MACD黃金交叉 這裡是不是突破了整理平台 很清楚吧 接下來其實 這一根K棒 其實也可以再做一次加碼的動作 因為它又再次突破整理平台 今天再往上走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MACD的柱狀體 又開始變得更扎實 更強大 所以這檔股票基本上熊獅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大波段的話 可以利用拉回的時候去做一些布局 當然在我們的人工智慧的判定裡面 它也是一個多方架構 多方架構它是在113塊的時候 就已經有率翻紅了 現階段如果手樓上沒有旅行類股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在今年是可以布局的 今年很有機會 我覺得今天這個解封之後 大概都三年沒出國了 因為今年業績一定是往上走 航空現在這麼夯 會帶動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旅行相關的業者 到底還有沒有偷偷高 底底高的股票 當然有 來 各位來看一下 來 這檔股票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這檔股票基本上 在人工智慧的判定裡面 其實很早就買進了 當然這個地方也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加碼訊號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健全的一個多方架構 今天它好不容易又突破了 這個所謂的整理平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只要在現階段 大家看到股票漲很多 不知道要買什麼的話 可以來找我 為什麼 因為這檔股票 它剛剛突破整理平台 我希望能夠在今天 跟大家來分享這檔股票 2月16號 最新突破整理平台的股票 歡迎各位加LINE回覆888 我講過了 其實我上這個股民開獎 就是想說來多結交一些 股民好朋友 所以各位股民好朋友 如果說在過去 你們真的沒有去認識到 這個人工智慧選股的一個邏輯的話 歡迎各位踴躍的 拿出你的手機 現在就拿出來 因為這個節目時間很寶貴 我怕說這個節目結束之後 大家來不及掃 那就很可惜了 現在就拿出你的手機 對準這個QR Code 給它掃下去 或者是直接拿出你的手機 輸入我的ID 小老鼠A957 我每一天除了這個 股民開獎的節目之外 我還會再錄製 20分鐘左右的 人工智慧 選股教學的直播 我每天都會錄直播 選股教學放在LINE上面 對 這個你只要加LINE回覆888 我就會把我今天的一個直播 教學影片 主動的傳到各位手機的LINE裡面 所以各位一定要 透過你們的手機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透過這個ID 小老鼠A957 直接來加入我的這個LINE 你就可以每天看到我的教學影片 在這個教學影片裡面 我其實還滿詳細的 跟大家介紹這個人工智慧 是用什麼邏輯 去選出這些會漲的股票 或者是會跌的股票 現在大盤要觀察什麼 第一個 能否持續代量反彈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這個量要多少 因為今天是2200億 2200億只要能夠維持住 然後再增溫一點點 大概在2500億左右 這個大盤其實就很有機會 趕快的迅速再讓MACD 反敗為勝 台積內休息讓出了空間 今天很多股票表現得不錯 如何低買高賣 各位掃描QR Code 加LINE回覆888 我就會教你們 好 因為結帥老師很用心 幫大家整理出來 我整理一陣